火光刺射 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本周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内的气氛 或许再加到不过了 外交五小时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余波 中美贸易摩擦 南海问题 辱华风波 这些大事面前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可谓火力全开 我今天就帮你梳理一下这一周 外交部发言人的六大间距 一 耿爽回应 你觉得可能吗 文质彬彬的中国外交官 会强行闯入巴新外长的办公室 有报道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中方代表团成员曾试图闯入巴新外长办公室 甚至招来警察 所谓强闯巴新外长办公室 纯属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 巴新方面已经就此做出了澄清 任何企图破坏中巴新关系的图谋 都是不会得逞的 二 生起伤身体 不利于健康 经常生起 最终会害了自己 耿爽回应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领导人宣言草案的争议 有记者称似乎中美双方都不愿让步 美方在会议期间的表现 大家也都看到了 美方似乎是怒气冲冲的出息了 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美方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表态 公然引入分歧 制造矛盾 破坏了会议的和谐气氛 也不利于大家达成共识 开展合作 另外我再说一句 生起伤身体 不利于健康 经常生起 最终会害了自己 记者追问 谁在生起 耿爽回答 反正不是我 三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美国副总统彭斯称美将为印太地区 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支持 承诺提供600亿美元基础设施融资 耿爽回应 不管美方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样的承诺 都是有利于帮助地区国家发展的 是件好事 中方表示欢迎 同时我们注意到也有一些议论 担忧美方能不能兑现承诺 会不会口惠而实不至 我们希望这种担忧不会成为现实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四 我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阴暗 澳大利亚和美国宣布重建位于 巴西马努斯的军事基地 中国会试图说服巴西不同意吗 耿爽回应 中方对地区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 开展正常合作 持开放态度 我们希望有关往来和合作符合地区国家 追求共同安全 共同发展的愿望 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五 注定是痴人说梦 美国白宫官员旺称考虑把中国开除出世贸组织 耿爽回应 世贸组织是多边机构 不是美国一家开的 世贸组织成员是平等的 也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 美方个别人暗制将中国开除出世贸组织 虽然注定是痴人说梦 但他也暴露出 美方强权霸凌的嘴脸和唯我独尊的心态 不久前美国还威胁退出世贸组织 今天又说要将中国开除出世贸组织 这是何其荒诞 中国是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连中国 美国都敢叫嚣着要开除出世贸组织 那其他国家呢 下一个会是谁 六 与其问我 不如去问中国民众 意大利时尚品牌 因设计师辱华言论 遭中国民众抵制 耿爽回应 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外交问题 我们也不希望它上升为外交问题 所以我想与其问外交部发言人 你不如去问问中国的普通民众 问问他们是怎么想 怎么看这件事的 类似了 大家看这件事的 我说 Voy 了 我 敬我 这件事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